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嘉雄 现在2019年11月19号下午3点10分 我播《轮雨爱》287集 是2020年3月13号部分 这个呢是《轮雨》第15篇27章 《轮雨》第15篇27章呢 就是 很简单 一共只有12个字 叫做众物之必查焉 众号之必查焉 这物字呢在《轮雨》里面一共出现11篇19章39字 那号呢 一共出现15篇30章53个字 那号物号物呢 这个中国字 他最可爱的就是 就是像破音符号的意味 它破音符号的意味就是 花音有四声 那在语音学上来讲 生母孕母 有它的特别的 孕味 那众物之必查焉 那众物之必查焉 众号之必查焉 这物之跟耗之呢 这里这全部都是 就是 动词 就是 厌恶 跟喜好 所以大家所厌恶的 要查清楚 查焉观色 律与下人 是其所厌恶 是其所与 查其所安 人焉受灾 是其所与观其所 又查其所安 查其所安 这个查其所安 跟查焉观色 意义性都是这样 查焉就是讲话的言语 言语逐智 文语逐言 所以在 可以语言而不可以 语言 可以语言而不是语言 诗人 不可以语言而语 诗言 智者不诗人 不诗言 所以像君子有三千 言为其事而言 未是造 言其事而言 不言 未是影 不见颜色而言 未是古 就是 看不到 有眼无珠的意思 中人以上可以以上 中人以下不可以以上 就因人 看人说话 所以在言语的事件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查 就是查言观色 查其所安 而不只是查他的好物 所以是查在 轮语里面 一共有三篇 四个查字 第1个是第2篇第10章 是其所以 所以查其所 观其所由查其我安 是其所以 观其所由查其所安 人焉收哉 人焉收哉 这人焉收哉 人焉收哉的 重复的想法 是强调 让我们在思考 这个段落 是其所以 是其所以 观其所由 观其所由 查其所安 是其所以 就是他所来 是这样子 然后 观 观察其来龙去末 查 他到底能不能安然 自在 那第2个 再来自第12篇20章 此章问 是 何如是回答矣 子曰何在而所回答矣 此章对曰 在帮必闻 在家必闻 是文也回答也 乎达也者 辞职而好意 查言和观色 律下人 在帮必达 在家必达 乎文也者 设取人而行为 屈之不宜 在帮必闻 在家必闻 所以辞职而好意 他本质 是很正直耿直 然后很好 人意正义的 这样的人才能够真的查言观色 所以 那查言观色以后最主要是干嘛 是律以下人 能够 急于律而律人 急于达达人 能进取 必 可为人之方也已 所以再一个是第15篇第27章 第15篇第27章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重物之必查言 重奥之必查言 我想我今天讲这个 查跟物呢 在号里面 我们有看 好这个字 女子 我刚讲的15篇 35章 53个 那有两个是念好 不念好 第6次第3篇 22章 子曰管中之气小哉 或曰管中 减妇 或曰管中减妇 曰 管事有三规 官司不设 焉得谏 那则管这赐礼夫 曰 帮军速赛门 管事已速赛门 帮军为两军事好 有反定 帮官司亦有反定 管事而赐礼 俗子礼 再来这个就是 19篇 在 陈子敬为子共 子为公也 这是 二十三章是 俗生与俗与代物与草业 此共贤于父子 此乎警博已告 此共业 辟之功强 思强也其间 窥见世家之好 窥见世家之好 夫子思强 述任 不得其门而入 不见中妙之美 百官司乎 得其门者或华语 夫子日云不宜以乎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